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百宝箱 这百宝箱真的是很多宝贝在里面 我们点一下百宝箱 这个百宝箱呢 它在这下面呢 是你的电脑本机的位置 就有点像你的资料夹 但是上面这里呢 就是它的重要的功能在里面 在百宝箱这个功能里面 百宝箱 那这百宝箱里面呢 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这里有云端 如果你的 你的那个 MyViewBall有连接到云端 这里会出现你的云端 你就可以进你的云端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必须在 各位可以到那个MyViewBall的官方网页 我把它贴到讯息列上面 各位可以进一下MyViewBall的官方网页 然后呢 在它的右上角有一个登录 好请各位登录进来 好一样要用Google登录哦 好一样是用Google登录 然后一样写教育处的那个给你的账号 教育处给你的账号 所以我就要用教育处给的账号 好它也是透过OID认证 好那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右上角它就会直接把你的名字带出来 好带出来 好那我们唯一要注意的设定在这个地方 在你的这个大头里面 你点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做follow me 好跟一个叫做编辑账户 这两个唯一要留意的就是这两个 好那我先讲一下编辑账户好了 你的编辑账户里面 好这里这个地方 好买ViewBall的名称就是你的那个白板 好你刚刚我们上面这个白板上面这个名称就是你的教室名称 好所以如果你的教室名称你觉得不喜欢这个名字 你就要在刚刚那个地方做改变 在这里做改变 好那你做改变的时候呢 他会去搜寻 这个名称必须是MyViewBall里面全球唯一的 不能跟人家重复 所以如果你跟人家重复 他会不让你设定 你就要换一个名字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你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好在这个设定里面的编辑账户里面 就这个地方要注意 然后第二个 在他的follow me里面 好你可以连结其他的功能 好我们从follow me里面点进去 这边可以设定云端整合服务 好第二项 左边的第二项 从这里点进去呢 好这边就可以去连结你的google云端硬碟 好所以如果你希望在 在你的白板的软体里面 只要要开档的时候都出现你的云端硬碟的话 你就要在这个地方去绑定你的google云端 然后另外呢 他除了可以绑google云端之外 也可以绑你其他的云端硬碟 或者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老师们都会用classroom跟学生上课嘛 所以他可以绑定你的meet里面的classroom 那绑定之后 他会出这个会出现在哪里 我们的讲义里面有 如果你在那边做了classroom的绑定的话 如果你做了绑定的话 你的那个 在使用classroom的时候 这个地方 你的classroom里面的这个讯息 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myviewboard的连结 所以你如果要跟学生上课的时候 要直接跳到myviewboard 你就可以让他们从这里点进来 也可以 你就不用再去拍QR Code 所以这是绑定的部分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会出现在你的classroom里面 所以他就是在刚刚网页的设定 你登录之后在设定的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编辑账户 一个是follow me follow me里面就是可以绑定云端的服务 你也可以预设你的背景 就是那个黑板的背景 我这边是把它预设成绿色 那所以我的一打开就是绿色 就不是白色 好 所以这个是唯一要留意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